身為小機礦工呢 每天晚上 就請前我都會幫礦金量體溫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雖然我們不知道GPU的溫度是多少 但針對於線材溫度是多少 我們是沒有 idea 那一般像這個黃色 這個黃色的線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量到的是27 因為冬天比較冷 然後這Connect的話 Header是22 那以這個黃色 你可以去看它的耐溫等級 大概到80度 那黑色Connect比較沒有明確的 找不到資料 但是至少有60度 那不管如何的話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量測知道 我們哪個地方需要 比如說加一個小風扇 哪個地方很簡單 那我加一個一般的風扇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是比較OK的 那我們現在實際量測開始 24 28 OK 然後 22 那因為冬天嘛 沒那麼熱 OK 每來礦機都差不多 不對 每一個顯卡都差不多 喔這個就高了一點 OK 30級還蠻OK的 只要不超過40 我都覺得很OK 那我們量完之後 我們繼續要量這個 這個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線材 就是Riser的連接器的線材 跟Connect OK 也都量一下 那有這個無線量測真的是蠻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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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按一下 OK 23 OK 然後這邊又換過來 然後這邊又換過來 這邊是 20 OK 這邊是 26 OK 這邊是 22 OK 然後量完之後 還有這個 嗯 本身 嗯 這裡 就1分2的 線頭 那個 連接器量一下 18 然後這邊是 22 OK 然後這邊是 多少 21 OK 那這邊還有一個 22 24 那最後還有一個 因為這個 礦機接220的電 所以我們這邊 量一下 嗯 13度 那這邊看不到 調一下 OK 這就是 220的 13度 好 今天量測結束